先跟大家科普一个支持点啊 嫖娼行为处于是违法 一般来说会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具体规定呢是这样的 卖淫嫖娼处10日以上收入日以下的拘留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所以呢 领云敌最多会被拘留15天 这是行政拘留 除此之外呢 交交罚款呢就行了 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既然不涉嫌刑事犯罪 也就不会留下案底 但是呢被行政拘留的记录呢 还是会留在公安机关的 以后呢再也开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 不过呢 他的介绍人不光违法 还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引诱容流介绍他人外淫的 行政处罚和嫖娼相同 但是呢 如果介绍四处达到两次以上呢 接受未成年人外淫 介绍外淫人患有性病 或者有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会按照刑法中 引诱容流介绍他人外淫罪来处罚 刑期呢是在五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 他要交罚金 发生在2014年的黄海波 嫖娼案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啊 我们今天分开来讲讲 先说说黄海波 当时呢 黄海波被抓之后呢 先是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按照规定呢 也应该被拘留收件 但是呢 他拘留期满之后 没有被释放 而是被转为收容教育六个月 这是和李云迪不同的一点 黄海波需要被收容教育 李云迪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收容教育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 有蔓淫嫖娼行为的人员 都要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 参加生产劳动 进行性定检查和治疗 是一种行政强制教育 不用经过法庭审议 公安机关有权对涉嫌 蔓淫嫖娼状的人员 进行六个月到两年的强制教育 这个收容教育制度呢 在2019年底被废除了 所以说 李云迪只需要被拘留啊 不用接受收容教育 而当时黄海波的介绍员 是一个叫做刘新宇的女性 因为介绍蔓淫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千元 这就是蔓淫嫖娼状人员 和介绍蔓淫嫖娼状人员 在法律上接受处罚的共同